好 接下来带您了解一下台中捷运 台中捷运是服务台中彰化都会区的大众捷运系统 服务范围涵盖台中市 彰化县 南投县 工程新建由台中市捷运工程处负责 并委托台北市捷运工程局设计和建造 找下游厂商 带您看到目前规划有四条路线 除了乌日文新北屯县 就是这次出事的绿线 在新建中 其余路线都还在规划 这条绿线是在2009年动工 预定2020年完工 全长16.7公里 规划有18站 总经费513.9亿元 采取中运量系统 总共18列车厢 最高载客量达536人